年后开工 店家亭业消息陆续传出 经营20多年的喜满客影城西门丁角色店 宣布将在3月31日席灯 业者表示受到了大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经过审慎评估过后不得不做此决定 不过未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回归 但是消息传出之后还是让很多人很震惊 很多的网友更大叹 学生时代的回忆没了 这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影城柜台陆续有民众购票 这是位于台北市西门商圈1999年 开幕的角色影城 2014年由喜满客影城接手 陪伴不少人走过近25个年头 没想到 17号业者突然在脸书宣布 喜满客影城西门丁角色店 3月底将结束营业 大学时代就有来的吧 算是应该十几年有 是有一些的 彰化大戏院也是 去年12月就关门了 然后我也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电影院就要关了 对确实蛮可惜 脸书贴文曝光后 不少网友留言直呼不敢相信 角色影城给了很多美好回忆 是时代的眼泪 还有人说从高中看到现在 有满满的回忆 事实上喜满客影城据点 近年陆续歇业 从台北京华城据点 高雄梦时代据点到 现在西门丁据点都歇业 等于目前全台占无据点 而除了喜满客影城 吹席灯号 近几年全台包括彰化 台中云林新竹等也都有 经典时代回忆的影城陆续消失 像是串流平台 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影音的内容 其实都可以取代掉一部分的观影习惯 这样转型后呢 变成所谓的一个一站式消费 这时候消费者反而会觉得说 我不是只有因为目的性到电影院 而是它是顺道呢 可能考量就它多一个娱乐 真是比较有机会的 专家透露受疫情影响 让民众观影习惯改变 未来可能越来越多影城 都会考虑转型 介绍局黄明胜台北报导